今天我们接着上期视频《恶魔的艺术2》继续来讲《恶魔的艺术3》《鬼影随形》 故事一开始,一个叫蒂特的男人因为被降头术占据了身体,即将命不久矣 但听闻三眼神可以控制降头术,所以抓来了一个供奉过三眼神的老降头师 打算从他的脑子里取出三眼神 虽然老人告诉他三眼神指挥跟随被选中的人强取是没用的 但是蒂特还是用锯子和小刀打开了老人的脑壳 但老人的脑子里除了大脑以外空无一物 一无所获的蒂特气愤地嚼死了老人,并点燃了帐篷离开了这里 镜头一转来到一条河上 一艘小船正载着一个年轻人和一个河上缓缓地向前驶去 男主阿塔每天都会来船上联听和尚的教诲 和尚告诉阿塔,降头术就好比一把刀子 刀子本身并不邪恶,邪恶的是使用的人 又高家阿塔,苦海乌鸦,回头是岸 如果他还不回头,便会追悔墨迹 阿塔听后若有所思,紧皱着眉头陷入了回忆 镜头一转,来到了一家精神病院 阿塔的小姨阿潘正是这间精神病院的护士 今天阿潘第一个要查房的病人叫潘娜 潘娜正是上一步的潘老师 因为吃酱头式肉的时候被阿塔的爸爸普先生发现 所以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而且现在正怀要身孕 因为潘娜刚患的药物对胎儿有副作用 所以医生叫阿潘多注意潘娜的情况 就在这时,阿潘的男友欧迪来医院看他 正好阿潘的爸爸让他今天去接阿塔回家 两人便一起开车去接阿塔 自从爸爸再婚后,阿塔已经十年没有回家了 家里人都很想念他,特别是外公总是提起阿塔 车还没开到家门口 听到声音的外公便停下手里的活儿 出来迎接阿塔 外公看着已经长大的阿塔 感慨阿塔和妈妈长得太像了 进到屋里的阿塔看到地上正坐着一个老太太 不知为何,刚一看到他就让阿塔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这时阿潘过来告诉阿塔 这是他的外祖母,是个巫师,但不太爱说话 阿塔放下行李后来到窗边,看着窗外的风车正正出神 傍晚,阿塔一个人来到外公白天工作的屋子 发现屋里的粗盐堆里好像供奉着什么 扒开粗盐一看,居然是一具干尸 这时阿塔的外公过来告诉他 在他的妈妈杜安死后,他就一直保留着杜安的尸体 因为他曾经见过一个叫蒂特的降头尸 告诉他,杜安可以被召唤复活 但复活的方式是和另一个人交换灵魂 被选中交换灵魂的人就是潘纳 在阿塔小的时候 外公和蒂特就曾经做过一次交换灵魂的仪式 但要完成仪式,其中一段咒语必须要由阿塔亲口念出 但因为当时的阿塔年纪太小,又过于恐惧 怎么也无法念出咒语,所以仪式失败了 现在阿塔长大了,可以继续进行仪式了 说完外公便将一块写着咒语的布交给了阿塔 阿塔回到房间后,阿潘突然退门进来 将一本相册和杜安的日记递给了阿塔 日记是杜安去世后 阿塔的外宗祖母施法让杜安附在自己身上写出来的 杜安还嘱咐阿潘等阿塔长大后再把日记给阿塔看 阿潘觉得现在是时候交给他了 阿潘走后,阿塔便开始翻看起了日记 在阿塔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的每个人都很照顾杜安 特别是阿塔的爸爸 经常会给他喝一些补血的药物 那时候每天大家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直到有一天,潘娜的出现打破了一家人幸福的生活 因为杜安的妹妹阿潘想要当护士 所以阿塔的爸爸找到了校长 让校长给他介绍个老师当家教 校长就给他介绍了新来的老师潘娜 最开始潘娜和阿塔的家人相处得都很融洽 家里的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位温柔漂亮的家教 而阿塔的爸爸却慢慢喜欢上了潘娜 并和潘娜越走越近 直到有天晚上 阿塔的奶奶点出了阿塔爸爸喜欢潘老师的这件事 并说同意他娶潘老师当小妾 但阿塔的爸爸却说潘老师不可能喜欢自己 听他这么说 奶奶便把一个写着酱头师地址的纸条递给了他 并让他找酱头师给潘娜下降 之后某天 阿潘边给杜安拿药 边向他汇报了自己通过护士考试的好消息 看着杜安喝下药后 阿潘说等他毕业后就可以照顾杜安了 两人微笑着依偎在了一起 这时杜安突然开始剧烈咳嗽了起来 然后一头栽倒在了沙发上 耳朵和嘴里都流出鲜血 不一会儿就断了气 杜安死后 一家人把杜安的尸体埋在粗盐里保存了起来 妈妈在日记的最后写道 是阿塔爸爸下毒毒死了他 看完日记的阿塔留下了两行热泪 这时阿塔妈妈的灵魂温柔地从后面抱住了阿塔 另一边 潘娜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回想以前经历的种种 片刻后 她的额头上出现了一个眼睛轮廓的突起 之后嘴里也开始念起咒语 外面其他房间的病人也都开始跟着尖叫了起来 另一边阿塔的外公也派欧迪联系上了蒂特 并用五万泰珠请蒂特施发 之后又吩咐阿潘去医院把潘娜接回来 阿潘利用植物之便和阿塔把潘娜带出了医院 带回了家中 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交换灵魂仪式正式开始 先是阿塔的外公用毛线把杜安的手和潘娜的手连接在了一起 之后欧迪用电棍奠击潘娜的大嘴内侧 让潘娜无法动弹 然后蒂特用刀划开阿塔的手 把血滴进了一杯水中 阿塔紧接着便开始念咒 旁边的蒂特把阿塔的血泼在了杜安的尸体脸上 阿塔的外公便催促阿潘开始动手 阿潘先是把一根塑料管插进潘娜的下体 然后用针筒插进塑料管往潘娜的下体注射药物 拔出塑料管后 不一会儿潘娜的下体就流出一些浑浓的液体 旁边的外公又开始催促阿潘 阿潘只得直接上手疯狂按压潘娜的肚子 疼得潘娜不断哀嚎 另一边的蒂特也开始催促阿潘 说时间快不够了 阿潘只好又加重了几分力道 又按了几下还是没什么效果 阿潘便从旁边的手术台上拿起了手术钱 潘娜哭着求阿潘放过自己 但阿潘还是把手术钱插进了潘娜的下体 潘娜被疼得浑身丑住 就在这时 亦特有一瞬间看到了潘娜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阿潘也在这时从潘娜的下体取出了一个婴儿的胚胎 随着胚胎被取出 潘娜的灵魂也脱离了自己的身体 旁边 杜安的尸体开始不断地晃动了起来 随着阿塔念完最后一声咒语 杜安的尸体也停止了晃动 而潘娜的灵魂则被蒂特封印到了镜子中 仪式结束后 一家人都围到了潘娜的身心 不一会儿 占据了潘娜身体的杜安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杜安看着眼前的阿塔 轻轻地呼唤了医生儿子 被呼唤的阿塔 却有点不知所措 旁边的蒂特在杜安的手腕上绑了一根红绳 并嘱咐千万别把红绳弄丢 之后又让几人把杜安的尸体烧掉 否则会有无主的灵魂占据他 临走前又告诉几人 把胎儿和镜子埋到墓地 然后便离开了这里 这边 杜安也被阿潘和欧迪从床上扶到了地上 杜安推开两人 慢慢地向阿塔走去 想要伸手抚摸阿塔的脸 但不知所措的阿塔却微微地向后退了退 看着儿子后退的杜安 只是转身朝着岩堆走去 并从里面挖出了一个风车递向阿塔 看到风车的阿塔 终于微笑着对着杜安叫了一声忙 当天晚上 欧迪便遵照迪特的嘱咐 开车到墓地去埋镜子和胎儿 但坑刚挖到了一半 便被镜子里的潘纳求救声吓得跑掉了 隔天黄昏 一家人烧掉了杜安的尸体 之后某天 欧迪在和阿潘逛街的时候 被阿潘告知自己要当爸爸了 激动的欧迪回家 对每个人都炫耀着阿潘的燕云棒 看着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外公感慨 一家人好久都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傍晚 阿塔又像小时候一样 躺在妈妈的腿上 看着远处的风车 另一边 蒂特的身体已经被酱头树 侵蚀得不成样子 急需三眼神来驾驭酱头树 之后某天黄昏的时候 阿塔的外曾祖母 正在给神康供奉食物 外曾祖母走后 杜安却来到神康前 开始吃起了供品 因为之前杜安一直是鬼魂的状态 所以一时之间改不了 吃供品的习惯 刚吃几口 就有其他鬼魂来和他争抢食物 争抢食物的过程中 杜安不小心弄掉了手上的红绳 整个人便突然开始抽住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阿塔 赶忙叫来了外公和外曾祖母 外公先是把杜安绑在了柱子上 又由外曾祖母施法 为杜安稳住灵魂 过程中没有人发现 杜安手腕上的红绳已经不见了 而门外的阿塔看到这情形心慌不忌 另一边 蒂特从鬼魂的口中得知 三眼神可能会排斥杜安的灵魂 所以决定要得到潘娜的身体 傍晚 杜安一边回想着生前阿塔爸爸 对他的加害和背叛 一边往仓库走去 来到仓库后 可以看见阿塔的爸爸正被绑在椅子上 旁边的椅子还躺着阿塔奶奶的尸体 杜安质问了阿塔爸爸几句后 便开始用钳子拔阿塔爸爸的脚指甲 阿塔爸爸有一瞬间 仿佛看到了杜安的灵魂 最后不堪折磨 爸爸选择了开箱自杀 与此同时 阿塔来到杜安的房间 发现地上有好几张被撕碎的父母合照 这时正在回家途中的杜安 被埋伏在半路的蒂特施法迷晕了过去 然后便开车带杜安前往墓地 这一幕正好被寻找杜安的阿塔看到 刚到墓地 蒂特就看到了没有被埋起来的镜子和胎儿 他捡起镜子放在了供桌上 之后便对杜安说让他离开潘娜的身体 杜安连声拒绝 听到杜安拒绝 蒂特便开始施法唤醒三眼神 被唤醒的三眼神将杜安的灵魂排斥出了潘娜的身体 杜安的灵魂就这样慢慢消失在了空气中 就在蒂特要动手挖出潘娜体内三眼神的时候 突然被刚赶到的阿塔扑倒在了地上 倒地的途中还打碎了封印潘娜的镜子 被扑倒的蒂特起身打翻了阿塔 一回头就看到了灰魂的潘娜站在了背后 满身符文的潘娜施法割开了蒂特的脖子 蒂特赶忙施法之血逃离了这里 灰魂的潘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复仇 他先是回家收集了一家人鞋底的土和头发等下降的媒介 之后又来到自己被施法的仓库找到了阿塔的外公 潘娜先将外公绑在了椅子上 用带子绑住了外公的嘴 最后又用别针把外公的眼皮和脸别在了一起 好让外公无法闭眼 这时屋外的外祖祖母看到了笼子里的鸟死了 心里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 便拿起牛角开始占博了起来 占博的结果让外祖祖母大惊失色 大喊恶鬼会把大家都杀掉 此时仓库里的潘娜又施法将研抹在了外公的眼上 他要让外公看到家里的每一个人是如何惨死的 此时屋外的外祖祖母从头下举下簪子 决定要和恶鬼决一死战 却被潘娜施法控制住了身体 不受控制地将簪子缓缓地插进了自己的太阳穴 外祖祖母就这样死在了潘娜的手上 目睹了这一切的外公对着潘娜破口大骂 潘娜却笑得异常痛快 然后便又开始施法 此时屋外的欧迪卡哈塔正在抱着外祖祖母的尸体痛哭 突然欧迪看到阿潘站在门外 一身是血地向自己呼救 欧迪赶忙跑了出去 但阿潘却不见了踪影 突然远处又传来呼救 欧迪寻生来到树林找到了阿潘 欧迪抱紧阿潘轻声安慰 就在这时 他回来的阿潘突然变成了潘老师的样子 吓得欧迪连滚带爬地跑到了风车下面 潘老师此刻又开始施法 先是让欧迪的衣服里爬出了几只蝎子 之后又让风车上的绳子套住了欧迪的脖子 随后风车转动 欧迪便被吊了起来 这时阿潘和阿潘正好赶到 阿潘让阿潘先去解开绳子 自己去想办法让风车停下 阿潘刚用棒子指着了风车的转动 潘老师就加强了法术的强度 让风车继续转了起来 结果不管二人多么努力 都无法解开绳子停下风车 欧迪就这么被吊死了 看着丈夫惨死的阿潘崩溃的大哭 潘老师这边为了把阿塔和阿潘吸引过来 先是解开系在外公嘴上的袋子 然后把腊油滴在外公的眼睛上 外公被疼得惨叫了起来 听到外公惨叫的两人赶忙向仓库跑去 在两人赶来的途中 潘老师又施法蒙蔽了两人的双眼 而近在咫尺的两人相互无法看到对方 阿潘这时又被自己爸爸的幻象 引离了阿塔身边 另一边 潘老师开始施法用蜡烛烧外公的肚子 随着外公的肚子被捉烧 阿潘的肚子也变得轻子了起来 潘老师为了报复阿潘 娶出他肚子里的孩子 便施法让阿潘的肚子不断长大 最后破裂而死 看到这一切的外公咒骂潘老师是个恶魔 潘老师却拿剪子剪掉了外公的舌头 这时阿塔找到了阿潘的尸体 崩溃大哭 大喊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此时旁边传来了潘老师的声音 问阿塔 你是在和我说话吗 原来潘老师已经来到了阿塔的面前 阿塔被吓得坐到了水里 然后急忙向后退去 退后的途中 阿塔从水里摸到了一根棒子 便拿起棒子打向潘老师 但棒子却从潘老师的身体穿了过去 潘老师用双手抓住了阿塔的脖子 并发力要掐死他 突然一根穿着钉子的绳子 从背后套到了潘老师的脖子上 原来是蒂特又来抢夺三眼神 蒂特用一把小刀捅进了潘老师的腰间 逼他交住三眼神 这时三眼神附身潘老师警告蒂特 如果他现在收手就放他一马 但蒂特飞弹不听 还继续用刀捅潘老师的腰 这时潘老师突然开口 说出愿意献住自己的身体 做三眼神的仆人 听到这句话的蒂特被吓得连连后退 直呼潘老师是个疯子 潘老师转身便开始对蒂特施发 点燃了蒂特的衣服 然后又让蒂特胸前的虫子翻涌了起来 不一会儿蒂特就在痛苦中死去了 阿塔趁两人斗法的时候逃到了仓库 刚一进门就看到了死去的小姨 小姨父 外祖母和奄奄一息的外公围坐在桌前 这时外公含糊不情地对他说 在你后面 阿塔回头发现潘老师正微笑着看着自己 镜头一转 又来到了阿塔乘坐的小船上 和尚对阿塔说 一旦你开始陷入降头里面 这种邪恶的结果会一直循环下去 最后将会降临到你自己的身上 阿塔这时才明白 自己当初不应该用降头术复活妈妈 这时小船已经到了阿塔家 下船后浑身焦黑的阿塔对和尚磕了个头 这时潘老师从房间里推门走了出来 和尚看了他一眼便转过了头 之后开口对潘老师说 苦海无涯 回头是岸 否则因果报应将随之而来 永不停歇 不要忘了 因果轮回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罪孽 罪孽之间缓缓相扣 说完小船就缓缓地滑走了 潘老师听完流下了眼泪 看着水面仿佛看到了过去的倒影 潘老师小的时候在学校经常被同学欺负 为了不被欺负 潘老师便找到了降头时对自己下降 让所有人都喜欢他 渴望他 悲剧的种子也是从这时候买下的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为大家捋一下这两部的时间线 可能有的人已经看懵了 搞不清楚啥说是啥说 故事现在最开始是潘老师因为被霸凌 给自己下了降头 过了几年之后 阿塔诞生了 一家人过得幸福美满 之后又过了几年 因为阿塔小姨要考护士 所以阿塔的父亲便找校长推荐家教 完了校长给推荐了潘老师 之后因为潘老师小时候给自己下的降头 阿塔父亲爱上了潘老师 然后奶奶又鼓励爸爸拿妾 怂恿爸爸给潘老师下降 之后爸爸为了和潘老师在一起 毒死了妈妈 之后和潘老师结了婚 之后阿塔的外公组织家里人 给妈妈做换婚仪式 但是因为阿塔太小念不出咒语 以失败告终 之后老师和爸爸生下了 之后是上高中时候的小金 因为和学霸凯玉打赌 对阿塔下降 让阿塔喜欢上了他 后来因为想专心学习 当医生和阿塔分了手 阿伯因为被潘老师迷住 给潘老师下降和潘老师发生了关系 之后教练又给潘老师下了同样的降 但发生关系的时候被阿伯看到了 因为嫉妒 阿伯又把这事告诉了阿塔 阿塔又回家告诉了他爸 但他爸不信 所以几个人决定用录像机录下证据 几人偷拍的时候被教练抓到 完了教练侵犯了几个人 当天晚上几个人找酱头时下降杀了教练 之后阿伯又找酱头时下降折磨潘老师 之后潘老师为了解酱找到了苏丽太太 并从苏丽太太那得知只有吃掉下降人的肉才能解酱 之后潘老师吃人的时候被阿塔的爸爸拍到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之后外公又组织一家人 成功地完成换婚仪式 阿塔的妈妈复活 潘老师也被封到了镜子里面 之后阿塔的妈妈为了复仇 杀掉了奶奶 又折磨爸爸 最后爸爸不堪折磨自杀了 但在回家的途中被抢夺三眼神的蒂特给掳走 之后又被蒂特逼出灵魂 之后阿塔赶到 在和蒂特打斗的途中打碎了封印潘老师的镜子 潘老师重新回到身体 赶走了蒂特 之后潘老师杀掉了阿塔全家 中途还杀掉了来抢夺三眼神的蒂特 一年后 因为阿塔被小金吓了枪头 所以灵魂一直跟在小金身边 直到看到阿波和小金交往 阿塔决定让其他几人也感受自己同样的痛苦 就把几个人叫回了故乡 之后几个人被潘老师虐杀 最后只有小金获救 潘老师也被赶来的警察击毙 之后住院的小金知道了阿塔是鬼的真相 然后坠楼身亡 这基本上就是故事的全部了 按时间线捋了一遍 完了看到这喜欢的朋友 请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了